台中市的台中路 早有一個打碼家剛才報告 結果就發現歐洲外 因為路面沒有出車好 台中市府表示 這個路段坡 打碼家雖然開放通行 路面的共度 還不到才會做新訴過 他們還對時間的業者來開發 如果律師也建議民眾 如果是遇到這個情形 要把整體都收一報告 兩年來 能夠跟台中市府來請求包裝 機車經過剛抱好的點子到路 鄉鄉一間雷燦 後面的大型動機 未婦董農到 過程都被鑑飾起來 17號沒兩點過 台中市東區台中路 發生一架車好 附近的點子 有看到人車倒在肚子 那邊有機車躺 就是躺在那邊而已 我們都不清楚 有看到兩個年輕人在 警察也有來 台中市府表示 這位路面因為發生必須到下山 17號車掛包四天秋風來破路 等台後2.5公尺 看1.5公尺 也沒有1.5公尺開放通行 結果調查因為 太過早開放 而且路面共度不久 加上當車到來到去 第四路面沒有拚 造成機車的事故 加在現場沒人受傷 有成性女子騎乘的大型動機 在與潔性男子騎乘的服裝機發生碰撞 無人受傷 警察 雙方駕駛 1909 相關照市民宿 無人在進步的分線 廠商施工完成後 在釐清復舊 開放上 時間過早 再加上該處有重車擰壓 因此造成後方的機車有跌倒的情形 六四建議民眾如果是遇到這種事件 可以從遇到時間地點計下來 而且收集商品證明 那一天就依進團證明書 收車的登記上證故 就可以以國家衛生法 向公共設施設定 與管理機關台東市政府請求國家衛生 公務員對於我們國家的一個公共的設施 他沒有維護好 他必須要負起賠償的責任 這時候會建議民眾以輸命的方式 注意要在兩年內向賠償義務機關 提起國家賠償的請求 台東市府這次 這位路民在在十八號再起 登坡改成完成 歐洲會對唱唱和感作單位開發 另外民眾記者尋順的部分 會由時間的唱唱付接備上 記者台東報道